疫情当前各国科学家都在努力研究攻克COVID-19的方法 但皮斯堡大学的一名37岁 正在研究新冠病毒的中国教授却被枪杀 据皮斯堡大学透露 该教授针对于COVID-19的实验有重大发现 即将获得巨大的研究成果 就在上周六 这位叫刘冰的助理研究教授 在自己的连排别墅被枪杀 头部 颈部 肢盖和四肢都有枪伤 皮斯堡当地报社报道 目前关于凶手的信息 是一位叫做好顾的46岁男性软件设计师 凶手于星期六中午前往刘冰教授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家中 对刘冰进行枪击袭击 随后驾车离去 并稍后在车内开枪自杀 而调查此案的警官说道 这看似并不是一起种族仇杀枪击案 因为现场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凶手枪击刘冰教授 是因为他中国人的身份 并且警官认为 凶手和刘冰教授之前 两人是彼此了解的 而且可能是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起枪杀事件 可能是由于两人之间长期纷争的结果 但是由于两人都不是美国公民 因此警察称 将会将调查已交给联邦当局进行审查 皮斯堡大学计算与系统生物学系的同事说 刘冰即将在了解SARS-CoV-2的感染基础 细胞机制 以及并发症的细胞基础方面 取得非常重要的发现 警方透露我们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 这一悲剧事件 与皮斯堡大学的工作人员 或是皮斯堡大学正在进行的任何研究工作 以及当前影响美国和世界的健康危机有关 但是警方并未透露受害者刘冰 与嫌犯好顾之间的纠纷的其他细节 至于这起枪杀事件的真相究竟是如何 联邦警察还在调查中 皮斯堡大学的其他研究人员描述刘冰 为杰出的研究者和导师 并承诺完成刘的研究 喜向他的科学成就致敬 在这个时间节点 刘冰教授的突然逝世是权人类的一个损失 并且也让这起谋杀案显得扑朔迷离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仇恨 才能够让凶手与其同归于尽 希望警方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 让我们为逝者爱道